曾经禅宗二祖慧可大师跪拜在达摩大师面前说 师父,我心不安,求您为我安心 达摩大师说,好,那你把这个不安的心给我找来 我就来为你安心 由于慧可大师参禅悟导 多年一直都在找这个心 这时就回答道,密心了不可得 于是达摩大师点拨道 你的心已经为你安好了 慧可大师这时候一听呢,忽然领悟 他说,是啊,找都找不到的东西 我为什么还要去安它呢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就这样,慧可大师他悟到了 其实并没有心可安 也没有一个不安的心可安 安与不安,全是妄想 自己本来聚足,本来解脱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老之 大道就是这么致解 这个道理又像另一个故事 有个小孩子看着房间墙上的影子 就跟妈妈说 妈妈,房间里有怪兽 快帮我把他赶走 这个妈妈呢,就很有智慧地说 宝贝,不怕 你和妈妈一起找找看这个怪兽他在哪里 找到了,妈妈就把他赶走 这个小孩呢,在妈妈的陪众下 就里里歪歪地开始找这个怪兽 找了很久以后,最后怎么找也找不到 小孩终于发现了 他说,妈妈,那些只是影子 房间里根本就没有怪兽 于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就说 妈妈已经帮你把怪兽赶走了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不安的心只是你的影子 你不必为虚幻之事自寻烦恼 这个就是误导 所谓大道就是这么简单明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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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